謝謝宗舍社長 他自己是一個都市計畫的專家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關心在地的知識分子 很具有社會意識 那我們就再次掌聲 謝謝他 好然後我們現在下一位要跟我們說話的是 島國前進的林非凡喔 那他今天早上有一個無罪 他已經得到兩個無罪 可是他還有很多案子審理中 希望都能夠很順利這樣 好交給非凡 好大家好 大家好 這原本喔 其實在來台中之前其實我們那個心情還蠻忐忑不安的 就是說在第一次來台中的時候是上禮拜 上禮拜 那時候我們來台中辦工作坊 就是島國前進來台中辦工作坊 然後那時候我們感覺說 台中好像很擔心說台中很像沙漠 就是說擔心大家好像不是那麼熱烈 然後對很多議題上面感覺好像 台中的夥伴好像比較 比較 比較少 站出來 就我們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想像 但是今天我完全打破我這個想像 大家給自己一個掌聲 好然後我想我們今天來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前面幾位老師大家有講過 我幫我們劉耀華老師 然後那個 我們義務辯護 幫我們義務辯護的幾位律師 大家有跟我們分享過 但我想我還是在這個地方 再一次強調說為什麼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想剛剛先從劉耀華老師開始講 這個這個剛剛所說的 當作一個棄子 開始談起了 胡志強在台中 擔任九年的市長 在台中我們好像已經有一段時間 長時間 感覺好像台中是一個 國民黨牢不可破的地方 但在台中裡面 大家有沒有過去的印象中 有非常多重大的一些議題 比如說 中科 比如說 可能現在大家關心的那個BART 那甚至 台中可能這幾年 近幾年來大家可以發現 台中的那個地景地方 可能有非常大的改變 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到 這個附近大概都是豪宅大廈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在場 有非常多的年輕人 可能你們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現在蓋了這個 所蓋的這些房子 現在在這些重劃區裡面 所興建的這些豪宅 可能並不是各位 接下來十年二十年 在你們現在的這個勞動條件底下 大家會有能力負擔的對不對 我想台中有這麼多重大的議題 我想這幾年下來就有各個縣市的狀況 非常相似 台中是一個 具有指標性的地方 我們這幾年看到說 有非常多的這種大型的建案 那我們也可以跟他觀察到 台中市的房價 地價不斷的在上漲 這某種程度好像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 其實台南在台南 我住在台南 其實台南也是一樣的 好台南這幾年的狀況 如果 這邊有台南的朋友嗎 有嗎 我們給遠方那也問台南朋友一個掌聲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台中念書 我在台中念書 好 那這幾年其實在台南的狀況也是類似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台南的東區 安平區 開始出現這種大規模的 興建一下這些豪宅 它徹底的是改變了整個 整個台南市的一個生活的形態 我們可以看到這五都啊 現在五都台北啊 然後 然後 台中 台南高雄 都一樣 不斷的在朝向這種大型的 這種 要蓋豪宅 然後都市重劃 都市更新的方向在走 那我覺得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 但是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問過 現在在 現在在座的各位 我們其實應該多花一些時間跟心力 在在地的議題上面 實質大家 大家可以看 就是說其實剛剛像 剛剛劉華老師講 其實在地有非常多的議題 值得大家去關心 跟關注 但為什麼過去幾年來 我們好像在台東市裡面 好像沒有 還沒有一個 看到很清楚的一個強而有力的 這個 在野的監督的力量 那我們今天 我今天在來之前 就是我們在那個 成品的地下室 跟我台中的朋友在聊天 聊到一件事情 是說 在台中大家覺得 民進黨的市議員 跟國民黨的市議員 有非常大的差別嗎 大家覺得有了舉手 大家覺得沒有了舉手 那每一舉手是怎樣 好 就我問你說 就覺得民進黨跟國民黨 之間有很大的差別 好像很多人不敢舉手 但是大家普遍可能會有 多少會有一些印象 就是覺得這個在市議會裡面 好像在野監督的職能 好像並不是那麼強烈 或在野監督的力量 好像並沒有發揮得那麼良好 這其實並不只是在台中市的個例 你放眼去看 到國會裡面 在國會裡面的生態 現在何嘗不是這樣 現在一樣在國會裡面的生態 大家都知道說 過去 服貿的議題 之所以會有三月份 大家佔領國會 之所以會採取 用佔領立法院的形式 就是因為當時候我們認為 在在野黨 在國會裡面的監督力道 並不如我們所預期的 那所以後來才會有所謂 我們去佔領國會這件事情 但你可以問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說在野黨 好像 這幾年看到在野黨好像也很努力啊 在服貿的議題上面 他們也是在這個霸占主席台啊 然後也是時常 時常這個 杯葛議事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抵制 抵制國民黨 抵制多數黨 但是在過去 大家 仔細的回想一下 過去你有印象說 每一次好像佔領主席台 佔領完之後 但法案還是照樣通過舉手 大家幾乎都有這個印象 就是這種杯葛的形式 跟這種佔領主席台的形式 我們基本上 在國會裡面 已經見到太多次 但是好像一直到現在為止 他還是一樣 他沒有辦法發揮一個有效的力量 甚至我們有時候 發現 在野黨 他大概也是用同樣的形式 而佔領一下主席台 然後杯葛一下之後 最後還是讓法案通過 其實在我們 這一次 所謂318的這個佔領國會運動之前 很多人 一個都佔領 佔領運動之後 很多人對這場運動的評價是說 如果沒有當時候佔領運動的話 福茂現在早就通過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因為 確確實實的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重大爭議的案件 重大爭議的法案在國會裡面 在野黨霸佔主席台 在野黨卻強力的杯葛 但最後一樣 都還是繞著這個法案通過 但好像大家民眾之間無可奈何 然後普遍會有一個印象是說 民進黨是不是玩假的 就普遍會有這樣一個印象 這件事情一直持續到現在 經歷過 318 經歷過323 經歷過4月份 我們理想中的狀態 好像是經歷過人民 集體上街之後 才有集體的行動 好像應該是有一些改變對不對 但大家覺得現在國會生態有改變嗎 沒有 經歷過318之後 經歷過4月份之後 在國會裡面的生態 現在 好像還是時常一樣讓人提心吊膽 包含說現在 可能針對自經區的議題 這陣子我們很多朋友 大家還是一樣持續的關注 特別是台灣那個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 賴中強律師他們 每天盯著那個 制經區條例審查 期程 他們也接收到各式各樣的風聲 告訴他們說 民進黨很有可能在第二次臨時會的時候鬆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擔憂 其實理由很簡單 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還是一直沒有看到 在野黨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真的負起他的責任 而且真的能夠說服得了 台灣民眾 公民社會 相信他們能夠有效地監督國民黨 相信他們能夠站在所謂人民的立場上面 我們也在這一陣子看到哪些事情令我們失望的 張次軍來台 張次軍來台的議題 並不是只是王玉琦跟他會面這麼簡單而已 王玉琦跟他談了很多的事情 關起門來談 談了兩岸互設辦事處 後來王玉琦在這個 國會裡面 被立委 逼問之下 才脫口說出 張次軍有提出 要正式談判 這幾天最新的消息是 霍茂談判他們一樣持續要進行 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一連串的 馬政府 持續在硬幹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看到在野黨 在這一陣子 張次軍來台前 到張次軍來台之後 有做出什麼樣嚴正的反駁 或嚴正的抗議嗎 有嗎 有嗎 沒有 有一個很清楚的態度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2008年的時候 陳雲林剛來台灣的時候 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 2012年 2014年 張次軍來台的時候 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去比較這兩下差異就好 同樣 都是蔡英文當主席 針對 2008年 他們剛下台 剛失去政權的時候 陳雲林來台 他們態度 非常強硬的抗爭 帶領群眾上街 動員群眾 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 來抵抗 在那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喊出一邊一國 在那個行動的過程當中 他們提出來 反對 兩岸國共之間這種黑箱密室的談判 拿到2014年來看 張次軍來台 中國 有史以來 對台最高單位 來台 的代表 來到台灣 一樣 沒有看到民進黨做任何的表示 那就算 陳雲市長在會見 張次軍的時候 一樣親自示範把門關起來 但這件事情上面有沒有得到民進黨中央 有任何的公開的解釋嗎 沒有 我們只有看到 民進黨執政的這些縣市首長 他們持續在 高雄的波西事件之後 譴責抗爭者 我想要跟大家解釋這個原因是說 我要凸顯一件事情是 我們現在國會裡面的生態是這個樣子 它其實背後也是一個重大關鍵是說 現在的在野黨其實並不是 這麼樣符合人民的期待 但是有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力氣去批評民進黨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口水在罵民進黨身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在這個時候 統一陣線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然後去對抗國民黨呢 那我們為什麼不花多一點心力去罵國民黨呢 各位你覺得國民黨罵還有用嗎 沒有 胡志強做了九年之後 你覺得罵他還有用嗎 沒有 你覺得馬英九在318之後有變好嗎 沒有 所以罵他沒有用幹嘛去罵他 他根本就是該唾棄的對象對不對 對 所以國民黨根本不在我們討論的這個範疇裡面 他沒有資格在我們討論的這個話題裡面 好不好 對大家清楚認知到這一點 往後 如果有人在跟你說 你們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監督民進黨 我們現在這個在野勢力 大家應該統合在一起 就是強力的監督這個國民黨 你跟他說 bullshit 你跟他說現在 國民黨根本不在我們討論的範疇裡面 現在我們在想的是 台灣公民社會如何在接下來 2014跟2016選舉裡面 如何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做所謂公投連署這件事啊 如果我們清楚的意識到 代議政治 代議政治 現在在台灣有很嚴重的這個缺陷 很嚴重的缺失 這個缺失包含哪些 包含說 我們現在 重大的爭議案件 我們要求要有一些跟人民站在一起的代議事 我們找不到這些人 這就算了 我們要去對付或對抗 這些整天 跟人民站在對立面 的這些政客 這些政客 現在 要罷免他們的困難度極高 甚至在提出來要罷免他們的過程當中 他們還自己提出來說 他們要增加 這個罷免的門檻 這就是我們現在這些國會裡面這些無恥的政客在做的事情 國會失靈是我們現在已經談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一個論述 談了非常久 但很多人會關心說 既然國會失靈了 既然現在代議政治 有這麼多的缺陷 那我們接下來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表達人民的意見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監督這些政客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改變台灣社會 在世界各國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面對代議政治的不足 或是要補足代議政治 我要強調是補足並不是取代 並不是取代 世界各國都會有一個 所謂公民投票直接民權的方式 但是我們看到 現在的公投法 過去的全國性的公投六次的經驗 有哪一次通過的 有哪一次到達他們設定的這個高標準的門檻 有嗎 也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後來 在318之後 4月份林先生禁食之後 黨友前進的成立的第一項目標 才會設定成是我們要針對公投法 的修法 採取行動 這個過程當中很多人會問我們說 我們採取行動的方式 為什麼現在要用這個公投法連署 修公投法的方式 大家聽懂嗎 就大家剛剛簽在連署書 是公投法的連署書 那為什麼要用公投法去修公投法 現在想一想 我們現在到底好哪些選擇 要修公投法關鍵在哪裡 立法院 但是經歷過3月份 4月份 這麼多的行動之後 佔領立法院也站過了 佔領行政院也站過了 佔領中校西路也站過了 大家覺得對於這些無恥的政客 我們還有任何能夠影響他們的方式嗎 再一次包圍立法院 很多人會說你們就再一次包圍立法院啊 再去佔領立法院就好啦 不就可以了嗎 大家覺得OK嗎 大家你們想要再去佔領一次立法院嗎 沒有人整天會想著 我要關在立法院裡面 關24天 憋尿憋到膀胱炎 沒有人會想著說 要在裡面24小時 燈光日照 沒有辦法好好睡一覺 每天精神很緊繃警察總是衝進來 每天在想著 要怎麼跟 王金平 要怎麼跟馬英九 談判 沒有人 會想要去過這樣的生活 對我們而言 其實這樣的手段 都是最逼不得已的手段 從這邊看我們這陣子為什麼 好像這些人每天都在街頭上面抗爭 成為你一下嗆教育部長 一下丟鞋子 一下丟雞蛋 一下又去潑漆 然後一下又去佔領立法院 大家覺得他吃飽太鹹嗎 覺得他吃飽太鹹的舉手 其實我覺得他吃飽太鹹 沒有人會整天想著說我們要 怎樣去惡整這個政府 怎樣去佔領立法院 怎樣去佔領行政院 然後工程掠圖把它畫出來 沒有人整天會去想這些事情 但為什麼那個時候會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因為在一個逼不得已的情況底下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沒有任何一個有效的 可以去阻止已經發生的事情持續發生 的方式 所以我們選擇佔領立法院 但我們現在回到台灣的公民社會 我們離開立法院之後 我們嘗試要做的事情是說 在還有辦法改變的機會底下 還有轉圜的空間底下 還有辦法透過人民的行動的方式 去改變現況 我們盡可能嘗試用這樣的方式 盡可能嘗試 不用這麼高張力這麼高衝突 這是門檻這麼高的行動方式 去改變台灣社會 我們選擇一條我們認為 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的方式 就是現在來公投聯署 大家仔細想公投聯署這件事情 今天各位拿了聯署書 要簽完之後拿了聯署書回去 給你親朋好友 可能一個人簽十份二十份 這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做這件事情 不需要去訓練怎樣去翻立法院的圍牆 你也不需要去學會怎樣去 拆解各種鐵具 做這件事情很容易 其實你只要拿了聯署書 回到家裡面給你的親朋好友 告訴他們 現在為什麼要修公投法 我們為什麼選擇如此的方式 而這件事情參與的方式非常簡單 你只要能夠說服 一個人說服十個人 我們今天在場兩百人 三百人 我們今天只要能夠一個人說服十個人 我們現在今天就可以聯署到三千份 現在是一個相對容易的方式 所以如果還有人在說 還有一種謬論 持續到現在覺得說 我們現在每天在那邊 外面跑來跑去 覺得我們吃飽太鹹 覺得我們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那可能要提醒他一下 想要回去看看我們之前做的事情 我們選擇的一條方式是 這個方式是我們認為大家都可以採取的方式 而現在為什麼推動公投法的修法 也是我們認為說 現階段台灣社會裡面 你光是想著 要去再對這些立委施壓 難度已經相當高 甚至他的邊際效益已經開始在遞檢 你每次包圍立法院 站在立法院之後 他的邊際效益都在遞檢 而且台灣社會 大家挺 嘗試回想這個問題 經歷過三月份四月份之後 你再去包圍立法院的行動 在座的各位 能夠給這些行動者 多少的支持 我覺得這是大家必須要去問的 我當然希望說各位 在座的各位 只要碰到接下來的任何的 這個群眾運動 公平運動 甚至說任何的社會運動 任何抗爭形式 大家都能夠盡可能去同情 而且支持 但是我也知道說 有個現實條件是 我覺得台灣社會大多數人 可能對於這些群眾運動的抗爭 還沒有辦法 這麼快的 那麼迅速的 理解 我覺得大家必須很誠實的回答這個問題 回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 我們平常願意花多少時間 在支持這些社會運動 我們平常願意花多少時間 在支持這些行動者 現在甚至自己成為一個行動者 去改變現在的政治體制 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去問自己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台灣大多數人 可能並不會嘗試去問自己這個問題 而是在抗爭越來越多之後 他們習慣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歸咎於這些抗爭者 歸咎於這些 這些 整天上街頭的人 說這些人就是搗亂 說這些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而忘記的學習 去聆聽他們到底在說什麼 忘記去理解他們為什麼出來抗爭 所以我想大家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其實坦白說我們真的蠻訝異的 說大家今天坐在這個地方 有那麼多人坐在這個地方 有些我們想像說這裡大概是一個 你看成品就在對面 這應該是一個小確幸的地方 這應該是充滿了這個文心的地方 然後大家可能平常經過這裡的時候 並不會關注這裡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只會關注這個 成品裡面到底現在在賣什麼新的衣服 或是什麼新的東西 但是今天大家願意花時間 坐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改變的起點 今天在座的各位 大家回去 至少要做幾件事情 今天你坐在這個地方 並不是一個 只是純粹坐在這裡 聽好像幾個 幾個好像 真的上過電視了 然後常常在電視上面 節目中出現的這些人 講幾句話 並不是只是這個樣子 今天大家在這個地方 回去必須要做幾件事情 可是我認為說 大家回去可以嘗試地想 你今天為什麼會坐在這裡 什麼樣的議題吸引你 你為什麼會今天願意 花這個時間坐在這個地方 甚至為什麼願意 簽下那張公投的連署書 你為什麼願意支持這樣的訴求 然後你把那個過程想清楚 把你為什麼會支持的理由想清楚 然後回到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去找你身旁的朋友 去理解他們為什麼現在不願意簽署 去理解他們為什麼現在對這些議題無感 一個一個慢慢的去跟他們談 不用太 不用太這個 英勤的表聲書 好像你如果不簽的話 我就跟你怎樣 不用這個樣子 回到你日常生活裡面 告訴他們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然後慢慢把你自己思考的那個過程跟脈絡 清楚地告訴他們 然後嘗試站在他們現在的角度出發 去設想他們為什麼願意支持 或不願意支持 然後一個人能夠影響十個人 二十個人 我想不只是台灣 台中會改變 整個台灣都會改變 最後我們那個 所以有些朋友都在說 我們這個行動 正在改變台灣的國民體質 那實際上我們也應該這樣相信 我們今天大家在座坐在這個地方 並不是只是一次性來大家這樣的活動 而是每一個禮拜五 每一個禮拜五 台中都有哲學星期五的講座 而接下來在每一個週末 我們在台中的志工夥伴 他們都有可能出現在你們 生活周遭的每一個街坊的角落 拿著幾個連署板子 然後問你身旁的人要不要簽署 如果他變成一個全民性的運動 是在座的各位 不只是我們現在現場這些志工朋友 如果是現場 所有的人 現場兩三百人 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十張二十張 在你生活周遭 就請人去填這個連署書 我想台中很快就超過一萬份 兩萬份三萬份 我們很快的十萬份就會達成 然後很快的我們第二階段 一百萬份達成的目標 很快就會達成 那我們現在的野心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的野心是希望說 今年暑假結束之前 我們可以把十萬份 第一階段的連署書都收集到 但是要成功這件事情 並不是靠我們幾個人 整天在那邊跑來跑去就能夠完成 而是要在座各位 大家一起參與在這個行動過程當中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們並不是只是一個聽眾 你們並不是只是一個一般的市民 大家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看這個 好像看動物園裡面的動物 然後在上面表演 不是只是這個樣子 而是各位在座各位 你們可以成為行動者 而你們成為行動者的方式 非常簡單非常容易 就是你回去拿個十張二十張連署書 甚至在我們島國前進的網站下面 下載十張二十張連署書 去影響你身邊的朋友 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 影響你身邊朋友的關鍵 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 最後推動公投法修法成功的關鍵 所以大家必須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今天在座各位 你們絕對不是只是聽眾 你們今天在坐在這個地方 有你們坐在這個地方的理由 而你們要把你們今天 坐在這個地方的理由 很清楚地告訴你身旁的朋友 告訴你身旁每一個人 告訴他們 為什麼你今天會願意坐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現在可以拿起 你的手機做一件事情 我拜託大家現在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大家把手機拿出來 好 我這邊換了一個殼 這我女朋友送我的 是不是這樣 好 大家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然後上Facebook 大家拍一下現場的照片 然後在你的臉書上面 貼出這張照片說 你現在正在情美成品 旁邊的市民廣場 然後這邊島國前進正在這裡 推動公投法修法 邀請你的朋友一起加入 這件事情不難 這件事情也可以變成常態化 就是非常 平常 一般 一般 可能沒有來這個地方 都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每天 大家還是回去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每天回去記得 要定期的Follow 我前進的粉絲專頁 大家願意嗎 可以 真的 好像很多人不甘願 好 好 好 我好像講太久 好 OK 好 然後我想 最後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公投法這個議題 一剛開始可能會有很多人覺得 好像很難介入 好像這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但也可以仔細的想一想 當我們現在公投法修 這個修法成功之後 我們在未來如果碰到 譬如說服貌這樣的議題 或核四這樣的議題 當國會做出一個決議 自己不滿意的時候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去改變 所以在一般程序底下 其實我們可以通過公民覆決 公投覆決的方式 去提出我們的意見 那我相信在場很多人 因為剛剛其實 剛剛在千年圖住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說他們都參與過318 那很多人都在立法院周遭待過 很多人330的時候都在上台北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 福報這個議題 是你關心的議題 福報這個議題是你關心的議題 那就問說接下來 假設未來有一天 未來有一天 福報 又在國民黨這個強勢 要通過這種情勢底下 再一次放到這個立法院議程裡面 假設他真的要通過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如果你心裡面所想的是 我們不想要 我們也不是整天希望 大家都能上街頭 我們也知道說大家不可能整天 都跟這群人一樣 整天在沒事的上街頭 都宣講 都短講 那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方式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之後 你可以清楚意識到說 其實公投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去讓我們 重新奪回 複決的權利 甚至說我們自己主動 去提出對某一項議題 的公投 去決定我們到底要或不要 某一個政策 的方式 所以今天在座各位委員會 最後再強調的就是 你今天回去 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可能大家回去之前 再多拿幾份聯祖書 然後你離開之前 如果還沒簽聯祖書 可以到我們旁邊的攤位 去簽一下聯祖書 然後 簽完聯祖書之後 拿一些回去 然後 影響你身旁的心靈好友 好 我想太多了 就這樣 謝謝大家